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高堂上面对明镜 深沉悲叹那一头白发 早晨还如青丝 晚上却变得如白雪一般 人生得意之时就要尽情的欢乐 不要让金杯空对着一轮明月 上天赐予我雄才大略 必有用武之地 天金散尽了还会再找回来 烹羊啊 宰牛啊 要玩就玩个痛快 要饮酒就应当一起饮他几百杯 陈夫子啊 圆端秋 快点喝酒 不要停下来 我给你们唱一首歌 请你们为我清耳细听 中明顶时 豪华富贵 算不上什么珍贵 我只希望能一直沉醉 不愿醒 古来圣贤人物都终将被冷落 唯有饮酒毫克 能流传美名 想从前 陈王曹植 会烟瓶乐观 一斗美酒十千钱 痛饮狂歌 豪气冲天 主人为何说钱少 只管去买酒 一起喝个够 什么五花宝马 千金无球 叫适而拿去桶桶换美酒 让我们一起就千杯烈酒 来消除这无穷无尽的长愁 将敬酒 意思为劝酒歌 关于李白的这首诗 写作时间说法不一 一般认为 这是李白天宝年间离京后 漫游凉诵 和友人 陈勋 在松山另一老友 袁丹丘的颖阳山居做客 李白正值仕途欲错之计 所以 借酒兴诗 来了一次酣畅淋漓的书发 在这首诗里 李白借题发挥 借酒消愁 感叹人生易老 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 全诗气势豪迈 感情豪放 言语流畅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十分形象地体现了李白 桀骜不逊的性格 对自己充满自信 孤高自傲 热情豪放 天生我才必有用 人生得意虚尽欢 而《将近九》也是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代表作 在同题作品中 影响最大 有了 在这一段时间 都不再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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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